明镜一项公共技术设计纪会模型电记者会 今天上午在明镜香港所调整讲庄纪行 由雷进博营建设司长吴仙修 该管党汪章梁以及明镜行党何学兴共同主持 不但有台南技术大学国学会担来文化表演 并邀请进入措施的三经技术团体进行行动的投资 期待为期三天的公共技术模型电 为明镜担来一项时刻胜电 明镜一项公共技术设计纪会在管党汪章梁的支持 向党何学兴的努力之下 将本纪会按经费提升到1200万 以防夹明镜运动公衡很苦设施 帝毛以及丹波兵的六年运动馆 当作为主任官所专入环境的党运动中 也期待明镜运动公衡 在公共技术作品的设计纪会 透过业设计带动明镜 当作明镜新起乡 我们在16个案子中 由专业的艺术家 林显出三件 三件在其中 在显出一件 我们今天 这三件要从今天开始 28号到30号 在我们民兴火车站 的厄尔楼公开展览 最主要就是要 让民众知道公共意识 什么叫做公共意识 意识是无价 然后公共让民众直接来参与 让他知道这些意识家 结合地方的特色 然后给地方创造这个文化意识 让他们知道这个能够增加在城市上的一个美感之外 也能够创造这个地方的特色文化 希望我们民雄正在成长 以后也能够成为民雄艺术文化之都 那大家知道实际上每个人的家庭里面 都会有一些公共艺术 包括墙壁上会刮一些字画 所以大家认为公共艺术 大家认为艺术是可以美化整个家庭 同样一个都市 也需要整个艺术来美化 所以民雄正在发展 民雄正在长大 所以我希望现在的公共艺术 透过记者位的方式 那未来又有三天的票选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对公共艺术会有参与感 那我在这边也非常谢谢 民雄相公所有这么大的魄力 去做这么大型的公共艺术 能够变成民雄的地标 那让整个民众的参与过程当中 也对民雄有更加的一个认同感 所以在这边谢谢民雄相公所 民雄益雄公共艺术设计结果案 在一百十年十月开炮 经过传雄委员在多数讨论 并且同位公共艺术心议会心疑 该结果那是以兵雄文童公衡议基地 他会公开政策的方式 公共艺术设计成组织者 进行一个美的竞赛 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創意结果 在一百十一年九月二十六号 经过掌握委员的票算出 政策名方案进行划算 进行划算的技术团队分配是 达达创意高分优传公司 沃俊事业优传公司 但开松技术团队 并且已经近日基金划算 调伏计划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